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伊朗給了普京一個大耳光 失道寡注還是矛盾爆發 大陸消息 染疫後遺症嚴重 北京縣小孩感染高峰 挺傻的被共產黨利用 上海政法委記者網紅美猴王吐心聲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29日 星期天 我們每天也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時間是亞洲的晚上 美加的上午 歡迎您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 祝您週末愉快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伊朗給了普京一個大耳光 失道寡注還是矛盾爆發 在俄羅斯的力量體系中 伊朗毫無疑問是重要的一環 可是在這幾天 俄裔關係似乎有極具惡化的風險 作者《歷史知事》撰文說 伊朗外交部長阿布杜拉西洋公開了他們對俄羅斯強行佔領烏克蘭領土的立場 伊朗不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備佔領土的所有權 特別是克里米亞 盧干斯克和敦涅茨克 儘管我們與俄羅斯關係比較好 我們在國際法的框架內承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可就在這個聲明之前的一天 俄羅斯總統普京剛剛給伊朗總統打過電話 也許兩人是因為某些問題談崩了 也許是一起演一場雙簧 但毫無疑問的是 伊朗打出的這一個大耳瓜子實在是太重了 關於烏東四周的歸屬問題 目前國際社會主要有三種狀態 第一種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堅決反對俄羅斯對烏東四周的吞併 第二種是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主權國家 對烏東四周不表態 第三種則是俄羅斯的親近盟友如朝鮮 白俄 承認烏東四周屬於俄羅斯 如今 伊朗對烏東四周明確表態 一下子就從軍事上支援俄羅斯的國家 跨越為中立國家 成為了俄羅斯眼中的不友好國家 中國有句老話說得好 罵人不接短 打人不打臉 雖然世界各國都知道俄羅斯對烏東四周的吞併屬於軍事侵略 但除了美 歐 日韓等國 沒人會直接說出來 因為這句大實話一旦說出來 就等於是打了俄羅斯的臉 就等於是把俄羅斯置於侵略者的地位上 這是俄羅斯無法忍受的 對與俄羅斯關係也是有致命傷害的 為何伊朗會忽然打了俄羅斯一個大耳瓜子 歷史知識認為原因有三 一 伊朗和俄羅斯本來就是利益的結合 二 伊朗和俄羅斯經濟上同質化嚴重 國際貿易中是競爭關係 三 俄羅斯力量已經不足以保護伊朗 大陸消息 染疫後遺症嚴重 北京縣小孩感染高峰 1月27日 北京獨立媒體人張華告訴記者 染疫後遺症很厲害 門診還是很緊張 她說:「現在第二波染疫之後發熱居多 然後嘔吐 除了吸入式引起嘔吐外 還有一部分是變異毒株 確實引起腸胃上的反應 現在染疫都是小孩子 病理體征沒辦法操作 它本身就不穩定 我有朋友打從去年12月20日開始癢 咳嗽一個月了 嗓子痛 呼吸急促 張華還透露 他今天發現 北京市的一些門診還在拍長隊 主要是小孩 他說:「現在小孩子們染疫率是高峰 官方內部消息沒有對外講到。」 石家莊李先生1月27日告訴大紀元 很多人染疫後出現後遺症 因此很擔心第二次高峰時再次染疫 上海居民發視頻顯示 當地某醫院一個病房連續走了三個 他擔心高峰期又來了 上海前企業家胡立任對大紀元表示 很多人染疫後遺症比較普遍 甚至較嚴重 我第二次染疫也是這樣的 我同學咳嗽一個多月了 現在還沒好 他還表示 上海沒了很多人 最多的時候每天大概沒4000多人 比平時多12倍左右 朋友父母沒得很多 他的父親也沒了 挺傻的 被共產黨利用 上海政法委記者網紅美猴王土新生 1月26日曾在上海市委 政法委上海法治報任職的林宇丹 接受大紀元專訪 他在專訪中告訴記者 2012年從中國移民到美國 來美後以美猴王為推特名的林宇丹成了網紅 他表示 之前瞭解到關於法輪功的新聞都是中共給的 天安門把自己給點了的視頻 引發自己及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他也因此對法輪功學員態度不好 這個視頻是指 2001年1月23日 中國新年除夕當天下午2時41分 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事件 中共宣稱是法輪功學員所為 但此案被國際社會證實漏洞百出 是中共嫁禍法輪功的世紀騙局 海外媒體人從央視焦點訪談的慢鏡頭中揭示 沒命者劉春麟是被現場的警察用重物擊打至沒命 2001年2月4日 《華盛頓郵報》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告 記者親自到劉春麟家鄉開封實地調查 鄰居們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麟練法輪功 聯合國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2001年8月14日的聯合國會議上 就此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 聲明指出 錄影分析表明 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 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 沒有辨詞 該聲明當時被聯合國備案 新唐人電視臺製作的微火影片詳細分析了該事件 警察被滅火器巡邏 王進東兩腿之間的塑料瓶燒不破 劉思穎氣管切開了 還唱歌等等 該影片於2003年11月8日獲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林雨丹來到美國以後 瞭解到一些中共不為人知的歷史 如對待戰俘的態度 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文革內幕 六四 包括法輪功陣相後 他非常震驚 才知道中共在給中國民眾製造騙局 林雨丹說:「所以覺得自己挺傻的 挺傻的 自己的善良和飢餓如仇被共產黨利用了 反而成了邪惡的幫兇 這種幫兇 助紂為虐 是我一生最痛恨的人和事 但是我自己成了一個讓自己最痛恨的人 做了讓自己最痛恨的事 這種屈辱感 讓我在心中對共產黨多了一份仇恨 這種仇恨已經不是看到他去欺負別人 去消滅別人 剝奪別人生命 這種仇恨不一樣 因為它是在我的身上 讓我成了我自己最痛恨的人 這已經傷害到我本人 這種仇恨是很刻骨的。」 林雨丹說:「所以我就覺得很愧對人家法輪功 也感恩法輪功學員 創辦大紀元等媒體 向民眾講述真相。」 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過程中 林雨丹提到 他曾對法輪功的另一個理解誤區 即法輪功學員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他不相信這些事情 一直到來美國後 看到中國大陸披露出來的移植手術數據 才開始重新審視此事 哪來的那麼多共體呀? 再看到有那麼多失蹤的人 尤其看到視頻 當街搶人 還有那些大學生失蹤 這個時候 林雨丹才逐漸醒悟 才覺得法輪功學員講的是真實情況 你們說的是對 我相信 林雨丹說 自己支持法輪功是因為法輪功學員是可信的 從國內移民前到今天移民後 我從來沒有親眼看見過一個法輪功的大法弟子口出噩語 林雨丹表示 他們對所做的事情堅持20多年 而且做的是比誰都好 他們非常認真 而且非常勤奮 非常堅韌 很感恩你們 你們做了這麼久 做得這麼好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 他瞭解到法輪功學員中 不少是社會精英 這些素質又高又能做得這麼好 這樣的人 你憑什麼不信任他呢?憑什麼呢?沒有理由啊?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再會!